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比女生唱的还美 我跟你讲 这是最大的能力跟能量 让你走得更远 如果你到我的队伍当中来 我可以找我的姐姐 纳英老师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知名好声音出场费 周深200万 张碧晨100万 闪一纯80万 好声音举办到现在 很多学员已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 有的更是大红大紫在华语乐坛确立了自己的乐坛地位 那么 目前还活跃在歌坛的好声音 他们的出场费是多少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出场费最高的是周深 高达200万 对于周深排在第一 我自己认为是合理的 从好声音出道的学员 就数周深跟张碧晨最火 所以第一名是周深没什么可说的 可第二名居然不是张碧晨 而是吉克俊逸 这确实不太合理 无论是人气还是他位 吉克俊逸都不可能强过张碧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吉克俊逸亚哥没有红过 他跟张碧晨之间至少差了两个档次 可他的出场费却是150万 排到了第二名 第三名才是张碧晨 出场费100万 只有周深的一半 比吉克俊逸都要少50万 按照现在的发展 张碧晨的出场费就算比周深低 也不至于低100万 180万是比较合理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是100万 第四名是这几年混得风生水起的善衣纯 出场费80万 张碧晨出道这么多年才拿到100万出场费 没想到出道才几年的善衣纯就拿到了80万出场费 只比张碧晨少了20万 真是后生可畏 还在第五名的是黄霄云 出场费60万 很多网友一直拿善衣纯跟黄霄云做比较 有网友认为善衣纯更厉害 有网友认为黄霄云更厉害 既然黄霄云的出场费低于善衣纯 基本说明黄霄云的商业价值不如善衣纯 看来他需要加油了 梁伯和袁亚维的出场费都是50万 两人都是第一季的学员 不过现在都属于不温不火 梁伯不温不火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上综艺露面 袁亚维就不应该了 平时没少上综艺 但就是火不起来 看来就是没有大红大紫的命 吴莫愁和金志文的出场费都是45万 两人也属于典型的不温不火 吴莫愁早就过气了 要不是突然当上好声音的青春导师 谁还记得他 至于金志文 现在应该属于幕后音乐人 平时很少露面 火不起来很正常 再往后 陈子彤 陈丁 五颗月 梁玉莹的出场费都是40万 前两个是老学员 后两个是进两季的总冠军 拿到这个出场费也算合理 毕竟他们的人气都很一般 另外还有一些学员的出场费都在40万以下 主要是一些小透明 没什么知名度高 有的甚至已经被观众遗忘了 自然拿不到高出场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